它一定要全部輸入資料 只要有一個沒輸入的話 它就不能輸入 比如一個下面這個沒有輸入不行 OK這個一定要給我 那這個也一定要給我 如果沒有它也不能過關 反正一定要填資料的話 那你就把游標停在這邊set focus就好了 然後它就一定填資料 按新增才能新增 不過會有種情況 它輸入什麼 這樣子啦 或者是輸入一些中文 反正就是 不應該輸入格式 它輸入了 怎麼辦呢 如果你剛剛按新增也會過關 也會輸入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判斷這裡面是不是一個數字 如果是數字的話 好那就過了 那主要我們是要 找出不是的 所以不是數字 該怎麼敘述 所以 邏輯是if 一樣then 中間那個邏輯該怎麼下 所以在VBA裡面有一個函數 是判斷 你給的資料 是不是一個數字 它如果是的話呢 它就告訴你true 反之就是false 那我要的是什麼 不是數字 所以是顛倒 不是觸 要不是觸 就是不是數字的情況下 我要怎麼樣 我要把它擋下來 OK 所以按新增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有沒有 請輸入數字 因為我這個已經做好了 然後 把它 清空 游標放上去 這樣比較貼心 有時候 寫程式也要顧慮到 那個人性的這部分 因為你要很貼心的幫他做事情 他就按照你的方式 乖乖的做完 對不對 那也很流暢嘛 各自 把各自的事情做好 大家都 對不對 做事情就很流暢了 有沒有 清楚 有沒有放這裡 他一定要輸入資料 按新增 他又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這邊又不OK 有沒有 你會發現 我就幫你把它刪掉 你就填這裡就對了 沒有別的地方就這樣就OK了 這樣你看得懂吧 然後新增 才可以過關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防呆二 判斷是否為數字 所以這邊的話 我 主要是寫在這裡 這一段 123 三個 因為 只有三個需要判斷數字 那寫法 我們delete的掉重來 當然最好 你們雲端上也有個貼 雲端上也有 你貼完之後 可以run之後 你就把它delete的掉 可以run之後自己重打一遍 如果你可以打得出來 表示你真的學會了 當然你也不用傻傻了 如果說 有些已經有寫過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乾脆複製他的結構 有些就不用重打了嘛 因為基本上 一定是 根據這個testbox 他是等於空的 那我要是什麼 不是數字 那不是數字要怎麼敘述 一 請你在那個if的後面 打一個 因為如果假設你不知道 VBA裡面 那個函數 怎麼敘述 你可以打個VBA 指的是VBA裡面所有的函數幫我列出來 電 你會發現 那VBA裡面有120幾個函數 都會幫你列出來 其中呢 有一個函數叫 Is Numeric 是不是 是不是 意思 對不對 你會發現 Is Array 是不是一個陣列 是不是一個日期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錯誤 是不是 怎麼 missing 其中有一個是什麼呢 Is Numeric Is Numeric 是不是一個 數字就用這個來判斷 那Is Numeric 點兩下 錢刮弧 然後呢把 Testbox Test 刮在裡面 但是呢 他如果 這個地方會返還是不是 那當然我們如果是一個數字 其實是數字就不用擋下來了 應該要擋下來了什麼 不是 所以不是的話怎麼敘述 兩種方法等於False 這樣一種方法 等於False就不是數字 第二種敘述方法是什麼 不等於True 不等於True 兩種方法跟幾乎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喔 只是說我比較習慣是不是不等於True 我習慣的方法 等於False也可以 不等於True比較口語化 就是 判斷完結果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就不是數字啦 我的習慣寫法 剛剛等於False那個也可以喔 不是一種寫法而已喔 OK 做什麼呢 跳出訊息 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 數字 或者請輸入整數也可以 數字 然後呢 一樣喔 跟他講說 VP Criteria 警告一下 然後呢 做什麼呢 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所以在油膠放上去之前呢 先清空他 那怎麼清空呢 就是點什麼呢 點Test 你要換那個 False To 啊 False 對對對 OK好 等於 空的 因為我們判斷的 姓名不用判斷 應該是2才對 因為有的時候寫一寫 寫到 不過還好就是說 這個寫的時候還是要小心 2OK了 再來就3嘛 所以3的話 基本上 不過其實好像 23 其實如果寫在一起會更好 變成寫一個就好 但問題是 清除跟setfocus 這個可能就沒辦法個別了 變你要判斷了 如果他 不知道怎麼寫不然就是乾脆複製好了 複製貼 貼一個 然後呢 貼兩個 這邊改一下就好了 3 這邊改3 到底還好 只是說 當然程式還可以再寫簡單一點 只是說 如果你 比較 想說程式 不用再想說 寫得更簡單的話 當然這樣OK了 應該可以看懂 只是說 那個 什麼 不是 我們 要不要再寫 沒什麼 快一點 回想 寫 我們 打過